之前有很多人说我的相机像素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不是相机的问题 应该是相机设置的问题 所以我把它重新调理一下 据说索尼的相机是自带磨皮的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我就查了好多资料 然后把它重新设置了一下 不知道现在大家觉得我的相机画质啊 像素有没有好一点 希望大家给我留言 哈喽大家好我是Linda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我们一月份的爱用品分享 今天好像没有特别多的东西啊 但是有彩妆有护肤 我还有两个我觉得雷品的东西 我想吐槽一下 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看 我每个月的爱用品还有雷品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避免采雷 其实我很少有雷品 我觉得大部分的东西都是 还OK可能没有那么喜欢 但是也没有那么讨厌 但这个月我有两个东西 我觉得生平用的最烂的两个产品之一 而且他们应该都不便宜 所以我想就顺便提一下 虽然有点负能量吧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形式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我之后可以把每个月的雷品也包括进来 我们还是先从护肤品开始吧 这一支是我在之前的斯福兰购物分享里面 有给大家分享过的 就是Belit Vital Treatment 这个是一个化妆水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点粘稠的样子 我刚刚录了一个护肤routine 我在试很多新产品 这个也有包括在其中 所以就给大家快速的讲一下吧 这应该是个韩国的品牌 我最喜欢它的就是 它非常的温和 我一般都是在早上用它 晚上我会用那个乙醇酸的化妆水 早上呢 我不想让皮肤受太多的刺激 因为要化妆啊什么的 我就喜欢用一款比较保湿 非常温和 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刺激性的化妆水 那这一支呢 就非常非常的保湿 它有一股甜甜的味道 非常非常淡 然后甜甜的味道 很好闻 所以它体验感很好 大家有没有看到里面有一些颗粒感 有的时候你把它涂在脸上 可以感觉到那个颗粒感 但是那个颗粒呢 马上就可以融化到你的肌肤里面 所以并不碍事 我不敢说我能看到我的肌肤有多大的变化 但起码呢 它体验感非常好 涂在脸上以后好舒服 就是很保湿 很舒服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 也很推荐 唯一呢 就是有点贵 因为我的化妆水用的特别快 我至今为止 可能才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吧 半瓶已经没有了 化妆水是我消耗的最快的一个产品 没有之一 所以化妆水呢 我一般都不喜欢买特别贵的 但是它真的很好用 所以我以后也可能会考虑回购了 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化妆水 等我把它们都用完了以后 应该是会回购它的 下面一只也算是护肤品吧 叫IWLT的一个牌子 I woke up like this 就是意思是说 我早上醒来就是这样子的 它叫Protective Face Sunscreen Cream SPF50加PA三个加 所以它对你的防护也是非常有效的 这个也应该是一个韩国的品牌 也是上次有给大家分享过的 Costco买的那一大箱子的护肤品里面的其中一只 这个我也有在刚才录的视频里面给大家分享过 我非常的喜欢它 它的乳液呢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是有一点点颜色不是惨白惨白的那种 然后它的延展性非常好 你把它晕在肌肤里面 它也是很快的就能够被肌肤吸收 没有任何的脱泥啊 厚重感啊 或者是涂不开啊 或者是给脸上惨白的感觉 它的体验感真的非常好 没有一点油腻啊 或者任何不良的感受 就是一个很轻薄很舒服的一款防晒霜 说到防晒霜呢 我有一个雷品 就是这一只 这是我FatFit Balm的盒子里面开出来的一个 叫cooler的一个品牌 应该还是挺贵的一只品牌 我知道Yulish有买 叫Classic Face Sport SPF50 跟这只比起来 它可能防晒效果没有那么的好 因为这一只是SPF50加PA三个加 这一只呢 它就没有PA加的防护 那个PA加应该是UVA还是UVB的一个防护吧 所以就少了一层防护 这个倒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它体验感太差了 它挤出来也是像一般的防晒霜一样 然后你把它涂进去 你一开始也不会觉得有什么 觉得还挺轻薄的 也很保实 很水润 但是等它差不多干了之后 在它半干不干的时候 你觉得它已经完全被肌肤吸收了 然后就开始起球 就是起球起得特别厉害 我觉得它可能是跟我底下的面霜起的反应 因为我现在在手背上涂呢 它并没有起球的现象 但是这个就不适合你日常用 我觉得这个它可能是让你去比方游泳啊 或者什么的 你脸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你就涂一个防晒霜 因为它上面写的是Sport 但是如果你平常用的话 你肯定底下要涂一些精华啊 要涂一些面霜啊什么的 你最后一步才是涂防晒霜嘛 那个时候它就会给你底下的产品造成非常不良的反应 然后就一直起球 我就觉得我一边在涂一边搓泥 一边涂一边搓泥 而且那个搓泥的现象还不是一点半点是很严重 就是你没有办法让它完全的吸收到肌肤里面 如果要化妆的话呢 我一涂妆前乳也是跟着一起开始搓泥 如果我要化妆的话 我不涂妆前乳 我就这样直接把粉底打上去 我脸上呢就会厚厚的浮一层那个妆 因为底下的那个防晒霜就好像完全没有被肌肤吸收进去 然后就浮在脸上一层 所以非常非常的难用 后来我就说 那我就在不化妆的时候涂它 看看行不行 就把它在脸上晕开 等它快到搓泥的时候呢 我就这样用拍的 我就把它拍到脸颊里面去 但是过了一会儿之后 比方说我突然一下这样摸一下脸啊 或者是我哪里痒啊 挠一挠 马上就开始有一层的泥一样 就在我指甲上面 或者在我手上面就脱下来 那个感觉真的特别恶心 所以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用它 虽然这一支我刚开始用没几天 但是我也就完全不能用了 我这个人我觉得忍受力还挺强的 如果一个东西我不是特别喜欢 但是我拼死拼活的也要把它用完 因为已经打开了 我特别不喜欢浪费产品 但是这个东西 我真的没有办法用下去了 就是每天用 每天就得特别小心 然后在一天当中 脸上就掉下一块一块的 那个泥一样的那种黏黏的东西啊 就特别恶心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买这个 给大家介绍几样工具吧 这个是我收到的一个PR产品 我刚刚录了一个视频 就是试用很多 我最近收到的PR产品 这个也在其中 我有给大家演示 怎样用这一套产品 所以我就大概其的说一下吧 非常快速的 这个是Real Techniques的Prep & Prime Set 我第一次看是Emily Lowell 专门做了一个测评 然后她呢给它打非常高的分数 这里面有四个工具 这一支是让你涂保湿面霜的 其实它跟粉底刷有点像 它非常的软 也非常舒服在脸上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不会用它来涂面霜 因为早上没有那么多时间嘛 所以我可能还是会习惯的用手去涂 但是如果大家比较在乎 手上不沾任何产品 可以试一下 这个质量还是蛮好的 我可能会拿它涂面膜 就有时候那种海泥的面膜需要涂抹的 我可能会拿它涂 或者是拿它涂粉底 我觉得应该也不错 因为它那个毛还是非常紧实的 这一支呢是一支干刷 它上面的毛非常的粗 所以呢你就这样的打圈圈 可以给你一个去角质的功效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也不会每天去用它 用去角质产品的时候 如果我有那个闲工夫 我可能会用一下它 如果你要跟你去角质产品用的 就把这个刷子打湿 它就会延展的很好 我把这个拿出来好了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这就是我之前讲的两个刷子 这一支刷子是一支唇刷 它是一支非常硬的刷子 它是用来给你做唇部去角质的 这支刷子我觉得还蛮鸡肋的 我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它的覆盖面太小了 就那么小小的一点 非常的不好用 它想法是好的 但是如果能做的再大一点 这样的话跟你的手指差不多的附着面积 这样我觉得就会比较好用 所以我做唇部去角质 我可能还是会用手 这个就有点拿的不得劲 因为太小了 就一直打那个小圈圈啊 就觉得很累 所以我可能是不大会用这个东西 我最喜欢的 这也是我今天说这个产品的原因 就是这一支 顺便说一下 这个产品是Real Techniques寄给我试用的 所以也很感谢他们 这个东西是我定这一套的主要原因 因为我之前就很喜欢这种滚珠的东西 它是为了让你在眼睛下面 可以给你眼部做一些按摩呀 可以帮助你的眼部精华吸收 我之前有过类似的产品 就是眼霜或者眼部精华 它本身包装就是带一个滚珠的 我非常喜欢那个形式 然后这一支我特别喜欢 因为之前用的的 它那个滚珠都有一点小 就是比这个要小 这一支呢非常的大 所以它可以覆盖很大的面积 然后你在脸上滚啊 就觉得好舒服啊 如果你眼睛有一些浮肿啊 或者是你头一天没有睡好 你眼睛非常累 你就早上的时候 在你涂眼部精华的时候 可以顺便这样滚一滚 就会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这个应该是只在这一套里面有卖 但是我觉得这一套 反正它也不贵 Real Techniques是非常平价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就为这一个产品买 这一套都值了 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 它这个滚珠是死的 它不是真的滚珠 它就是一个珠子 是固定住的 所以你那个眼部精华 必须要用那种延展性比较好的 如果是像我的科研式的维他命C眼霜 你就刚涂进去 马上就吸收进去了 就一点都没有延展性 这个可能不太好用 但是一般的眼部精华 比较保湿的都可以用 真的非常非常好 说到工具呢 我这里有三个刷子 先说这个好了 这个是其实我刚收到的 如果大家看到我BeautyList 好软 不好意思 我每一次我一触摸到它 就不由自主的感慨 它有多么的柔软 真的好舒服 这个是Wingos的12号刷 它上面写的是Sculpting Brush 是为了让你修容用的 它就是很软 大小正合适 柔软度也正合适 形状也正合适 会给你一个非常自然的修容 如果你想弄那种 特别有棱角的修容 也可以用这只刷子打造出来 但是你想非常自然的修容 你可以就用它 用打圈圈的方式 它的毛特别的软 就真的 没有办法形容 是我拥有的最奢华的 化妆刷之一 他们家的刷子 全部都是天然毛的 它不算是Cruity Free吧 如果你介意这一点 可能就不要买它家的刷子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顾虑 我觉得 这只刷子真的 就是他们家所有的刷子 都非常推荐 如果你从来没有感受过 Wingos的刷子 一定要试一下 真的 好喜欢 这一只刷子挺有意思的 它其实已经被我清掉了 就一直被我放在 我清掉的那个盒子里面 就等着什么时候送人 但是有一次 香奈儿的化妆师 James Webb 给我化过一次妆 然后他用的呢 就是类似于 这样的一只刷子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刷头呢 它特别的小 然后它这里呢 有一个尖尖的尖头 它是一只比较硬的 不是说它这个刷毛硬或者粗糙 因为它特别磁石 所以呢 它非常有韧性 这种是好的 因为大家看到它 这里呢 有出来一个小尖尖 你可以去刷眼尾的地方 它会给你做一点点的晕染 但是因为它附着的面积非常小 所以能够让你很精准的刷出来一个小小的小尾巴 就特别的好 上次他给我那样化妆了以后 我真的是学到了 然后我就回到家 我说我记得我好像有一只刷子是那样的形状 然后我就赶快把它又捞出来 我好像还没说它是什么牌子的 这个是Chrome Brush的C47号吧 好像是Crease Shadow 所以这只刷子是我最近一直都在用的 它真的很多功能 它除了这边呢 可以给你刷出来这样一个很精准的小尾巴 但是又不像眼线叶一样 给你一个很锋利的棱角的眼线 它在很精准的区域呢 给你一个很朦朦胧胧的眼线 一个小小的小尾巴的眼影 特别好 另外我还会有时候拿它做上眼线的晕染 因为有的时候你一刷睫毛膏呢 里面就会沾一些睫毛膏 然后就很难涂掉 你又不好把所有画的眼影都擦掉 所以呢我就用它沾一点深色的眼影 然后就在这里一晕 然后里面的睫毛膏啊什么的 就好像你把那个错误都给改正掉一样 就非常好 或者是它晕下面的下眼线也非常好 那这一头的这个刷子也非常好 第一它的毛质感很好 很柔软 不会扎呀 或者是不好的感觉 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个刷头 大家看我非常胖 而且呢很磁石 其实这种刷头对我们亚洲妹子的眼睛来说 稍微有点大 但是我并不在乎 因为它这个刷头非常的磁石 所以能给你刷出来饱和布很高的眼影 所以如果有时候你觉得 这眼影一到你眼睛上就洗白了 你可以用这种特别磁石的扁平的眼影刷来试一下 就不要用那种很松散的晕染刷 另外我最喜欢它呢 就是它可以给你下面描下眼线 如果你沾一点比较深色的眼影 然后到下眼线这样一描 因为它这里有个厚度的 它比较粗 然后描出来以后就会给你一个大烟熏 一个特别好看的烟熏的感觉 有的时候这种太小的刷子 如果你追求小小的那种眼线呢 可以 但是如果你追求一个大烟熏 一定要用这种稍微有点厚度 很胖的刷子 然后一刷就能营造出来那种大烟熏的感觉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一个价钱 等于拿了两个刷子 因为它是两头刷 唯一不好呢就是它不好储存 它没办法立起来放在刷筒里 只能这样平放放在抽屉里 但是我并不建议 所以也是非常推荐这一支 最后一支刷子就是Sigma的F79 Concealer Blend Kabuki 它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我非常喜欢这种形状的刷子 因为它这里胖胖的 然后上面尖尖的 这样的话很多功能 如果你想cover的面积大一点 你可以把这个刷子就这样平铺着 如果你想cover的面积小一点 你可以把这个刷子竖起来 这样就可以刷的比较精准 所以它真的很多功能 那这一支刷子呢 它并不是一个粉刷 它还是蛮硬的 也不是说它的毛硬 就是它非常磁石 所以它给你一个很好的韧性 它的名字叫Concealer Brush 所以你可以拿它来晕染遮瑕膏 它也晕得非常好 非常平滑 不怎么会有刷印 但是我现在非常喜欢用它的一个地方 是用它来打高光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这种怎么能打高光的 高光不是应该用一个再柔软一点 再松散一点的刷子吗 是如果你想你的高光非常自然 你可以用一个特别柔软 特别松散的刷子 我之前也是一直在用那种特别松的小刷子 但是后来我发现 如果你想让你的高光 真的就那么一条 然后闪到人眼瞎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比较瓷式的刷子 这样的话 它能让你的高光饱和度加倍 我就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一支是BECCA的Moonstone 我就用它 沾一点点这个高光 这个光可能有点不太好 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我在这个地方呢 就有打那个高光 就非常的闪 我今天上的也是这个 就很闪 最近我一直都在用这个组合 就是它跟BECCA的Moonstone 我发现在视频里面 那个高光就特别美 我记得我第一次用它在视频里面 很多人都说哇 今天的高光 这里 大家看这个角度 应该就能看 真的是好闪呀 所以我第一次用这个组合 在视频里面出现 就有很多人留言 说我今天的高光特别的闪 说我的皮肤是不是好了 就特别有光泽感 所以我现在高光非常喜欢用这个组合 那说到这个组合 我就再说一下 又回去炒回锅肉 就是BECCA的 Simmering Skin Perfector in Moonstone 那Moonstone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色号 很网红 它 哇 我刚刚看到 我可能刚刚试色的时候 又把它铁皮了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 如果大家有看过我那个铁皮的视频 我有提到 这一款的OPPO 我有把它用到铁皮 我就突然想起来这个Moonstone 其实我很久都没用它了 它一直就在旁边被我冷落着 但是因为那个视频 我又回来想用一下 这一个高光的其他产品 所以我就想起来Moonstone 我说这个也是蛮好看的色号 而且现在冬天也非常合适 我就把它拿出来用 然后用了这个组合以后 哇 我现在就好喜欢用它 我这个月 大部分每一个视频里面 用的都是它来做高光 所以我当时就想说 我一定要把它也用到铁皮 这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个想法 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就不多介绍了 因为之前也在视频里面 给大家介绍过 它的Bling程度 大家也有目共睹 所以非常喜欢 给大家插一个雷瓶好了 我刚才把护肤品的 按用品都介绍完了 现在有个护肤品的雷瓶 就是Sharlotte Tilbury的 Magic Night Cream Sharlotte Tilbury的 Magic Cream是一个 很网红的产品 很多人都很喜欢它 甚至有人拿它来 做妆前乳 但是我上次在 Nortium Anniversary Sale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我又买一个套装 其中就有那个 Magic Cream和这个 Magic Night Cream 所以一个是日霜 一个是晚霜 那日霜我用的还不错 没有像大家说的那么好 就是一个很保湿 很中贵中矩的变霜 我觉得还不错 我已经把它用完了 但是这个晚霜 简直是太难用了 我没有办法 跟大家形容 我有多讨厌它 它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质地 我故意没有把它用完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的质地 然后你把它抠出来 大家有没有看到 它很黏 这个东西啊 第一它的味道 闻着就像我们以前用的 那个贝壳油 也不是凡士林 它也是有一股香味 但是就让我感觉 像以前用的贝壳油 年轻朋友肯定不记得了 是上了一点年纪 才能记得了 那个贝壳油 其实就是凡士林 然后它的感觉 也跟凡士林 忽在脸上的感觉一样 你就把它涂抹上去以后啊 你立刻觉得脸上 就忽了一层 不透气的 很油的面霜 感觉非常难受 非常的恶心 我每一天晚上 要用它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好不情愿呀 我都会觉得 好像要上刑场一样 真的特别特别的难用 大家肯定说 那你为什么还用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特别讨厌浪费产品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便宜嘛 都是花了钱买的 已经开始用了 我就把它用完吧 好在是买了一个小的试用妆 而不是大瓶 那大瓶那就惨了 真的是熬不出头了 大家想象一下凡士林涂在脸上是什么感觉 你就会觉得忽在脸上一块啊 真的很难受 虽然我是一个大干皮 但是我现在也不喜欢太油的东西 我还是喜欢能够渗透到肌肤里面比较清爽 又保湿又补水 但又不那么油的东西 所以这个它体验感真的是太难受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用过的 如果有人有用过的 在下面给我留言吧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唯一有这个感觉的人 反正就是忽在脸上 极其的难受 上次我有出分享的时候 我有说那个The Ordinary的 玻尿酸精华 它有的时候会有点乞求 有人就告诉我说 你把它滴在面霜里面 跟面霜混着用 这样的话就不会乞求了 我说哇 这个真的是一个好的idea 然后呢我就把那个滴到这个里面 就把它稀释了一点点 终于好一点了 但是还是没有完全消除那种 护在脸上的难受的感觉 所以我每一次用完它 脸上就油油的 永远都不会摸上去很清爽 所以我每次用完它以后 我就用PingGunU的平衡油 因为它会平衡水油 脸上才会觉得清爽一点 所以你必须要走好几个步骤 然后还是要经过一个 护在脸上的痛苦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太难用了 我很少有这么讨厌一个面霜的 有的虽然可能不够保湿 但是我也没有很讨厌用它 如果我这个Sahara大沙漠的大干皮 用的都不好呢 那油皮的妹子 那更不用说了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 不管你的皮肤有多干 或者有多油 都不会喜欢它 所以这个千万不要踩泪 下面再说一个彩妆吧 就是Visor的Saltry Muse Palette 这个是他们家很网红的 80刀的那个盘 这个色号它全部是珠光的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颜色呢是非常特别的颜色 就是你看着它好像挺平淡无奇的 但是它每一个颜色 我可能在别的盘里面 都找不出来替代品 所以很特别 我非常喜欢它 我昨天在社交媒体上 有做一个民意调查 看大家想 我用这个盘 还是Natasha Denona那个Caml盘 然后大部分人都说这个盘 我在刚才的产品试用视频里面 也有做一个简单的 也不能说教程吧 就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怎么用这一个盘来化妆 今天这个妆呢 当然大家可以看到 眼妆是比较浓的 但是你也可以化得很日常 所以这个盘还是满多元化的 而且它那个粉质啊 特别的细 饱和度很高 暈染度也很高 颜色也很特别 所以我几乎是没有什么 可以说它不好的 唯一呢 就是它里面全部都是珠光的颜色 但是它这个珠光呢 并不是闪得那么厉害 它只是有一点点的光泽感的眼影 所以也还可以 就你不用别的盘来做辅助 也可以用这个盘来打造出一个完整的眼妆 如果是我呢 我肯定在里面加几个哑光的颜色 但是他们家这个盘从来都是 要不就全哑光 要不就全珠光 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可以挑刺的地方 如果大家有很多基础盘 可以去试一下这一支 我觉得应该会蛮惊艳的 如果大家想看一看 我今天的眼妆是怎么打造的呢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下一个视频 我会给大家看 我是怎么使用这支盘 最后一个产品 是我慕名已久的 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博主 Kathleen Lights 她最爱的唇釉之一 就是OFRA的Miami Fever 这一支我一直有听她在说 那这一支呢 其实对我们亚洲的妹子还挺友善的 因为它是一支偏橘色的唇釉 然后他们家这个唇釉配方的也是非常好 很持久 很轻薄 很舒服 没有什么可以吐槽的地方 颜色也非常好 我觉得我们亚洲的妹子 特别适合这种偏橘色的唇膏或者唇釉 会非常显气质 这种颜色一涂上就觉得整个人的气场就提升了 而且它这个颜色不是特别的深 就如果你薄涂的话 也是非常自然 非常日常的一个颜色 我之前非常喜欢那个Smashbox的Out Loud 我每一次涂大家都说 哇好有气质好好啊什么的 但是有很多人说那种颜色他不太敢涂 因为颜色太深了 那个跟这个颜色差不多 只不过就是更深两个色号吧 但这个呢就是同一色系的 但是大家看我这样薄涂呢 它也会比较的日常 所以也很推荐这个配方和这个颜色给大家 我这个月也是一有机会就会涂它 今天其实本来想涂来着 但是跟今天眼妆不太搭 所以就算了 但是我之前的视频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涂它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一月份的爱用品分享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视频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帮我点赞转发 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微博 在微博上跟我互动沟通 那我们这次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